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景大前教授叶玉兰金鱼脸书已都是那颗蛋惹的货为题,分享他与新北市副市长侯友谊当年在学校的小故事,并打趣地说,因为侯的关系,他原本纤细的身材再也回不去了。 叶玉兰表示,自己就读景大时,原本身材先洗,但因当时景大火时除三餐外令有点心宵夜,有时还会加菜,譬如香酥鸭,导致入训练的三个月内,硬生生中了十公斤,加上自动请应担任活伟的侯友谊,替大家争取到早餐多加一颗荷包蛋,过去只有回家时,才能享受到母爱煎蛋。 叶玉兰感叹我那失去的仙气身材,再也回不来了。 叶玉兰说,侯友谊告诉他,自愿当活伟的理由,是因为学校每周虽有一两天可以吃到白煮蛋,但长期下来,实在想念妈妈煎的荷包蛋,希望也能让其他人吃到煎蛋,所以去当活伟,负责开菜单与采买。 叶玉兰提到,厨房活夫们一见头友谊猜出的菜单早餐,荷包蛋,肉松,门头,随即打枪骂他,头壳坏去,质疑一千多个学生吃饭怎么煎,但原先吃之以鼻的活夫与老师傅们最终仍被说服,加入煎蛋行列。 那么,侯友谈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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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